现在这场选战终于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上帝 因为我觉得在这过程中 在这一路上 祂是给我最大的支撑 最重要的一个我最重要的依靠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诚恳的贵谢一下 我的上帝我的信仰 谢谢 再来 我最谢谢的是我们所有的基隆的市民朋友 他们的肯定 他们的支持 还有我的团队 包括我们在长所有的这些至亲好友 今天这一场胜利是属于大家的 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未来我也会用市民的仆人 上帝的仆人这样子的心境 好好的去做我每一份 我该尽的义务跟该做的工作 居龙市长 我谢谢小爱妈妈 小爱妈妈在这个她很害羞 要不要跟大家说几句吧 谢谢 她很害羞 那你亲我一下好不好 好 谢谢 因为她作为我的后盾 然后我能够很安心的往前冲 能够很安心的在第一线 努力争取大家的支持 所以谢谢她 我也要谢谢小爱 各位都知道 小爱出生了以后 我面对了很不一样的人生 回头来看 这些都是我的祝福 这些都是我的养分 小爱在这个过程中 让我了解到 我觉得我这个人生 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来做 还有更多基隆 两万一千名以上 需要我们关心的身心障碍的朋友 跟他们的家人 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我在这边 她在家里我没有带她来 我今天早上带她去投票很开心 因为这个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次 唯一一次 可以带小爱去投票的机会 那谢谢小爱 我希望这个爸爸要更努力 不要让她失望 最后也谢谢大家 谢谢 恭喜哦 谢贵良 谢谢 恭喜你哦 媒体朋友 谢谢我们要去卸票了哦 我们要去卸票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prisons